学 康熙字典 字形 由两指手朝下八卦里的摇 一间房子组成 由以两手帮助 服业 提携 教导之意 摇 古时一种占卜方式 表示物相的变动 变化 知识无求 表示这房子是学习的地方 在周代早期的雨顶 里出现的经文中房子 里增加了个字 表示孩子们获得知识地场所示 学 一种教育机构 即学校 而后经小传 汉立 凯书 草书的变化 逐渐成为现在简体字的学字 汉典也提出 学 行生 本作学 向双手购木为乌形 后座升幅 加字为义幅 字 孩子 小孩子是学习的主体 本义 学习 孝 此字最早字形建于占国文字 本义是指古代字 酷一类的形句 隐身指田猎食用来 拦阻野兽的木栅烂 汉典 自圆 学堂 专门进行教育的机构 汉典 说文解自助校 木求也 求 戏也 木求者 以木鸡之也 习 学过后在温暑反复地学 是熟练 汉典 参考习 小鸟反复的是非 学习 习 树飞也 说文解自 生 早见于甲骨文 草木本义破土萌发 后隐身其一为 母体产子产域 人类的活动 字圆 说文解自 进也 向草木生出土上 凡生之鼠皆从生 总的来看 学校 是学习的地方的意思 学习 是不断尝试 温固知新的过程 而学胜 则是获得知识行为的活动主体 最后 说文曰 学然后知不足 知不足 然后能自返也 按知不足所谓觉悟也 又曰 叫然后知困 知困 然后能自强也 匆匆做一个视频给学生 解释三个字的区别 希望尽我绵薄之力 能抛砖引玉 感谢观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